Hello,大家好,我是桑普,又到桑普论证的时间 我们今天就继续谈一谈关于刘世良的事件 今天涉及到陈翘的照片、治序和USB的财产 或称版权、或称产权 究竟有没有对右臂的嫖蝕的问题 这是一个机器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 衍生开来的,本来就是某个人的公关问题 也涉及到我们如何去看这件事的问题 当然,很多人都对我的节目被很多的意见 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我都统统了解大家的看法 这一节,我都希望从事实为准成 以这个法律为根据,再进一步看看资料 这资料其实已经在上个礼拜已经呈现了 由于时间关系,我都希望给刘世良回应 但直至我现在录节目这个时刻 我都看不到刘世良在这个地方有所回应 他只是不断录一个节目,就讲什么叫做 道疡、善慕、行动、什么叫小农DNA、中国文化DNA、产品主义 短词说Anthony and Giddens winding 一大堆抛书包好大堆团的东西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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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的话 到底到底是正串躁自己呢? 如果我认读一些东西给大家认为 我觉得其实他真是欲言幼稚 基本上就是不想直接回应 但最后几分钟他都回应了 他说4月28号 是讲关于他拍了7分钟 关于南华早报那段片 基本上所讲的东西 基本上已经回应了 换言之 是讲那段话依然有效 没有改变 换言之 他没有道歉 没有认错 不改变他所有的论述 我相信都包括了 讲到他是承认 他认为不是承认 他认为他自己指出 他自己已经取得了乔叔的 知情和授权的这一点 都没有进一步的回应 as is 第二点他就讲 适当的时候 会再回应彼此的争议 我想我也不知道 谁是适当的时候 但似乎他不是回应争议 是讲一些欲言幼稚 把话题查开 我稍后会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在我先对这些所谓的公关术 这些spin doctor spinning的现象 我们希望有一个真正的 这个妖陷和警惕 但我想讲 这件事的本质 就是涉及到 这些版权 这些财产权 USB的财产权 以及里面所讲的照片 以及那篇2006年 乔叔所出的这本 视频集的自序的版权问题 是不是被侵权的问题 而你不要将所有东西 升格到刑事去处理 什么都要prov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即是不容合理华议 要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甚至无 即是说 一定要举证责任 在于控方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方法我都讲过 就算是刑事案件 我都拨过了 You cannot prove the negative 即是有兴趣 去看回我之前的论述 但我只是说 这件事 你为什么要一定要升格到这个level呢 刚刚你们讲这些说法 如果是文事案件 没有prov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即是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那这些读识法译一定会懂的 证据优越规则 是谁有说服力的 谁赢 当你无法证明到 有授权基础的时候 文事案件已经输了 OK 输了 你问任何律师 跟你讲这句话 OK 第二件事 就是说 更重要的 就是今时今日 你如果是说是什么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不好意思 文事没有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罪疑惟有利于被告 没有这个规则 没有这个东西 也没有所谓的 prov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不容合理华尔才可以判他有罪 我根本上在这个地方 不是说谁有罪与没有罪 是哪一个理性相合理 合情和合法的法 文法的法 如果就算要升格到刑法来讨论的话 我也可以跟你讨论 但我只是说呢 你符合的要必须符合文法和刑法 今天你用刑法的标准 来看所有法律是不通的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不是我在这里妥协 即是说两杠一个文法和刑法 你都要符合 OK 好了 我先是编黑法律师 我先读一读这段这样的文字 很长时间 可能花点时间了 有些已经看过的 就当是重温了 因为这段文字是5月11日 4日之前在罗恩惠的消失的档案的Facebook 报告出来的 我觉得再重温一下 先后其实有这个消失的档案 有4篇文章 4篇铁文是讲过的 第一篇是陈桥长女的声明 这个就是大家很多争论的一个焦点 第二篇就涉及到罗恩惠 讲出他和南华早报 Weldon Kong内容总监之间的对话 证实南华早报 至少是在被误导 甚至是被欺骗的情况之下 就是两个可能 一是被误导 Misled 一是被欺骗 是被cheated OK Under deceit 的情况之下 才会将这些照片 无偿免费 或者是豁免了授权费 而被这个刘世良 或者郭明孙 是通过上书局出版的 这一点是很清楚 第三篇文章是讲的 是引述着黄勤大 老先生黄勤大 他就曾经一度在Facebook 帖出一个文章 事事者2017年没内 年尾 他在饮茶中都知道 乔叔不满 乔叔不满 乔叔是不好 而他自己觉得 自己犬如 就是力劝乔叔不要去申诉 而当时他都说 乔叔是被要求 去这个上书局的地方 有个90出头的老人家 去一间书局去聊天 令人相当摇头 同时候 乔叔当时想去申诉 想表示反对 但因为各种群座压力 和所谓的安享晚年的一种呼声 尤其是黄勤大的一种要求 他就没有再去表达出他的反对 但心里面是不满意的 这是第三篇帖文 第四篇帖文 涉及到5月11日 罗恩惠是写一篇 题目叫做 以记协之名 混淆是听 涉取记协光环 这篇文章更加清楚 涉及到一个叫Joyce Nipp 即是聂德堡的人 由一开始 跟刘世良互相熟悉 然后他的东西 是通过记协前主席 沈以兰的专访 即是受罗恩惠的访问 而透露出一些更基本的事实 或者是对谈 你不叫专访 对谈 透露出一个conversation 透露出一些事实 那我就将这篇文章 读一次给大家听 接着再分析一下 一些基本的重点 这次追查上书局 镜头下的历史 如果看过就当重温 未看过就当新知 这次追查上书局 镜头下的历史侵权事件 是一次集法律版权 常识事实和逻辑兼备的 新闻调查案例 4月28日 刘世良上载 7分钟自变影片 最终目的是 南华早报授权协议 和香港借责协会 对他出版摄影集的祝福 这个自变影片 给人的印象是 他的所有做法 都是合情合理和合法的 关于南华早报授权的来龙去脈 不者 即是罗恩惠女士 已经在上一次 对南华早报的访问中 详细交代 至于他拉记协落水 又是什么一回事 这是不者 这次访问要详细交代的问题 刘世良的自变影片 初段将记协前总干事 聂德宝 叫做前总干事 不是主席 是总干事 和邝永孙 就是刘世良的夫人 Carmen 两个对话的截图 好像是以直入式广告呈现 给人一个印象 就是记协似乎对刘世良的计划 有知情并且给予祝福 这是一个客观上合理得出的暗示的message 就是可能是说 记协已经对刘世良的计划 知情并被祝福 起码有这样的暗示 有这样的寓意 可能透露出来 别人可以这样理解 实际上 事实不言 刘世良和记协的关系 仅限于前主席岑以南 2017年1月11日 曾经委托刘世良 在温哥华访问陈喬 这就是整件事件的缘起了 就是 委托刘世良 在温哥华访问陈喬 是记协向刘世良提供陈喬联络方法 文章同年5月刊登于记协第49届的特刊 刘世良致变影片里面的对话节 和内容 涉及记协和岑以南 谈论版权或开会 全属去求 这个内容里面 讲到记协和岑以南 谈到这个版权和开会 全部都是指虚乎有 绝无此事 为了说明问题 不得罗恩惠为此访问了记协的前主席岑以南 时任记协主席岑以南和陈喬私交甚都 罗恩惠和岑以南亦适于微时 故此我们就厘清事实做了多次对话 其中两次对话长达45和31分钟 环绕着喬叔、温哥华访问和后组 镜头下的历史在武陈喬授权下出版 2017年7月 这亦澄清了记协没有介入到 喬叔的影集出版 和记协完全无关 前总干事聂德宝 Joyce Nipp 借主席之名 提出了和刘世良的会面日期 这些误导公众的讯息都一一澄清 以下就是二人对话的重点 罗恩惠就问了 審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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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请你分享专访陈喬的构赏 審议栏就说2017年和2018年 这两年的记协特别忙碌 因为2018年是记协成立50周年 我们2017年初已经开始组稿 组织稿件 追访不同年代的前辈 2018年我们出版了《逆风坚持》 寄起50年的历史文集 2017年主题是《真相》 陈喬是著名的摄影记者 我们希望他的访问能收进特刊中 因此找人在温哥华 代我们做专访拍短片 那罗恩惠就问了 后来是怎样连接上乔叔的呢? 審议就说 当时的总干线聂德宝 Joyce建议可以找刘世良帮忙 他正在温哥华探亲 关于乔叔访问一件事 我就和聂德宝的对话 就是2017年的1月11至12日 他说联络上世良可以帮忙 12日就说访问和短片都拍好了 哇,这么快 记协只是请他做访问 其余的事我们都不知晓 只是知道他和记协做了访问 刊登了整件事结束 其实记协委托Joyce Stip 应该叫委托 叫总干事Joyce Stip 做访问 That's it OK 叫Joyce Stip的mandate 就是访问 Interview That's it 罗恩惠就说 从刘世良 4月28日的短片展示的对话截图 其中两张来自聂德宝 他的对话人是刘太 即刘世良的夫人 托明孙 2017年的1月21日 聂德宝说给托明孙 他已经和记协主席陈以兰 谈到乔叔上片版权事宜 刘世良在字面短片中说 岑以兰和南组总编辑Tammy Tam 谭慧仪比较熟 应该有解谈 即是说到这段说法 岑以兰就说 我完全没有印象 就你所问我 翻查了和Joyce那段日子的信息 关于刘世良的只有上述两项 我从来没有跟谁 任何人 谈到乔叔上片版权 当然 跟他 也跟他 当然也没有 这个就是神议的回复 然后 然后罗恩就是做单 这个对话是用你的名义 回应 托明孙Carmen 和岑以 谈过乔叔上片 实际上 并没有发生过吗 岑以很斩钉自田 不要 如果他真的约我见刘世良 谈这本书 一定会有相关资料在 但问题完全没有 我毫无印象 当然你从合理性的角度知道 乔叔要出一本书 是不是授权 相片被版权给刘世良 和记协无关 记协要的只是访问稿 是吧 罗恩为就说 第二个截图 是1月26日 聂德布通知 黄明孙说 已经问了主席 主席就是这个审议 想约你和世良 在记协office 谈谈乔叔访问 或出版想习事业 并提供2月8日 2月15日 2日 下午2点 地点暂定 记协办公室 这个图 还加上颜色 强调乔叔 两个字 用黄色标注 乔叔 两个字 沈伊兰说 从来没有这个约会 什么2月8日 2月15日 什么记协办公室 这个约会 从来没有发生过 到现在 刘世良没有回应过 沈伊兰说 如果这件事 涉及了记协 我们一定以记协名义处理 所以 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刻 因为一直没有人提及 罗恩惠说 即是说 聂德宝 假借主席名义 建议了2个开会日期 但日期都是虚扣的 聂德宝又提到 和你谈过相片授权 连这个都是假的吗 这两个对话截图 和刘世良刻意 直入字片短片中 观众会认为 记协愿意商谈合作 刘世良忽然轻轻一句 最后一直未有落实这个会议 和记协的疑似合作就结束了 说得好像这样 其实始终没有这个合作 没有结不结 还未开始 哪有结束呢 从来没有这个会议 从来没有开始过任何合作 沈伊兰说 如果记协支持出一本书 很大件事 我一个人都不能够决定 不可能不经执委会 所有人同意 这种支持 还可能有金钱上的支持 即是说 即使是一个合作 也需要执委会的全数同意 如果你用记协名义出 但是以商业方法去卖 如果这么大件事 我们不可能不知道 我们出了这么多书和合作项目 更加不可能不知道 罗恩惠说 记协总干事和记协主席和执委之间的权责是如何? 沈伊就说 总干事是具体执行的人 所有重大决策要先执委会通过 总干事只是一个执行的角色 他不是决策的角色 罗恩惠说 由于聂德堡和城寨关系密切 甚至曾经和扩命宣共同主持节目 他会不会假借记协总干事名义 擅自帮刘世良 将罗乔叔影习的事 沈伊就说 聂德堡私下做了什么 我们控制不了 他私下和刘世良 关系密切 做了什么 我也不会知道 这本书有记协参与和没有 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 如果没有记协仇权书 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就好像我做过记协主席 如果去招摇过市 找生意会比较方便 如果涉及出书、商片、展览或合作项目 即使我作为主席 也不能够借手遮天 所以一定会经过执委会 他们两个人是否搞自己要搞的 顺便借用了记协的名义 由于聂德堡的记协总干事身份 难免造成别人会误会 记协有endorse刘世良的印象 罗恩惠说 我不理解为什么 聂德堡要需求这两个开会日期 因为在记协的议程中 从来没有一项支持上书局的事项 岑仪说 如果真的有记协支持 怎样可能不夸张地标示记协之名 你使用记协之名 这本书完全是一回事 如果有记协的名字 陈丽娟即是乔淑的长女 反应也会完全不一样 乔淑回来我们见了几次面 如果有记协 陈丽娟即是乔淑的长女 就不会有那句控诉 乔淑应是完全被蒙在鼓里 罗恩惠说 刘世良在2017年2月22日向南华早报申请豁免版税 是以轻贺乔淑90岁为名 倾妥授权之后 镜头下的历史就是2017年4月1日开售 邝命宣表示 这些新闻图片其实已经不会再找到 事实上就算是南华早报 他们说 其实那个版本到最后都在乔淑手上 南早都没有 这是邝命宣说的 摄影集就是7月出版 讽刺的是陈桥10月回港贺售的时候 并没有收到贺礼 更没有受邀出席 上书户局相关的摄影展 岑依然说 2017年10月2日 我和几位资深摄影记者和乔淑和她的女儿 丽娟查罪 老人家提到这件事说得很怒气 再说这件事 岑依说的事是印证了 黄勤大说的这番说话 其实当时候乔淑是很怒气 乔淑是将一只手指USB 给了刘世良看看内容 刘世良在没有征求到他的同意之下 就出版了 他最怒气的 是直接将中乔互助会 书里面的2006年 陈桥出版那本书里面 书里面的文字 也都搬字过子 包括字序 搬字过子 沈伊丹说 我都看过 乔淑表达了他的愤怒 当时摄影记者协会 有些人都在 我们喝茶聊天 整班都知道 如果刘世良向外地 说他获得记协支持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他用这个名目做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 刘世良就算从乔叔拿到的照片 如果要出版 应该也跟蓝祖一样 要获得乔叔协议授权 不能一伤情愿 这本书如果握住 乔叔 然后赴印就很大件事了 罗恩惠说 关于聂德堡 他在2017年5月已经离职了 即同年的5月 访问之后4个月就已经离职了 虽然如此 离开了总干事资绩之后 已经跟记协无关了 但根据刘世良自变短片中 借入的4张摄影展 这个稳长地的对话图 标明了 商讨慰乔叔 举行新闻摄影展 WhatsApp记录 其中一张显示 聂德堡在2017年8月15日 仍然在协助中 刘世良尋找盛志民 给予赞助 他还问 乔叔这件事没有变化? 另一张就显示 他向刘世良报告 涉影记者协会开绿灯 2017年8月9日 这些都是他离开记协总干事资绩之后 三个月的事 说明他不再担任记协总干事之后 仍然在协助中 刘世良安排影展的事 正因此 和记协无关的涉影集 事上被挂着记协之名 刘世良短片故意把聂德堡的对话 穿插其中 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 实在令人违陷 神议说 刘世良一定有愧于心 他本来想搞想展 后来肅沙了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证实是违法 记者协会才可以站出来说什么 如今是不可以 怎么办 罗欣慧就是这样总结 揭露六十年代大饥荒真相 墓碑的记者 杨继成 是这样形容记者这个职业的 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 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 颠倒黑白 制造离天大坊 欺骗亿万受众 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 这个职业可以斟贬是弊 揭露黑暗 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 人格和价值取向 真正的职业记者 会选择崇高 神圣 深刻 凶险 鄙视同远离 卑鄙 平庸 淺薄 舒适 罗欣慧就是说 用这句说话 杨继成先生这句说话 和同业们共勉之 这个就是他在5月11日 在Facebook发表的这份编帖文 大家清楚不清楚 OK 我想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这一节我先做一个上集 先recap他说的话 作为一种我自己做这个平台的记录 我想在下一集我要扣问几个大问题 就是从法律角度去分析究竟 整件事关键的地方 平和没有做好的地方 就是说整个关键的法律问题是什么 而刘世良是没有回答的 第二件事 就是说今时今日刘世良的态度 他目的是什么 他想煽动什么后果 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些这样的说法 那我们转头回来 或者我们不是转头回来的 过多几个小时我们再说这个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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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